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称 该报11月的民调显示 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跌至30% 刷新了2012年自民党重新执政以来的最低记录 并逼近了被称为危险水域的支持率水平 让岸田的执政压力日益增大 有分析认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低迷 一方面是因为民众对其经济政策不满 当前日元贬值严重 日本物价高企民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另一方面岸田政府近期卷入高额宴庆 多名高官因丑闻引咎辞职等风波 使其支持率持续下降 日本政治家使用政治资金享用高档料理 连日来成为日本舆论交点 日本总务省24日公布的 2022年度政治资金收支报告显示 在第二次岸田内阁改造中 首相和政务三议中 有10人担任代表的政治团体 以餐饮和聚会等名义 支付超过10万日元每次的情况 共计120次 报告显示 由首相岸田文雄担任代表的政治团体 新政治经济研究会 在去年一年支出了 1804万日元的宴请费用 宴请的地点大多为高档场所 根据报告 包括岸田在内的成员 在高档的怀石料理的单次消费 高达90万日元 在高级中华料理店 单次消费约50万日元 针对日本政治家 特别是岸田内阁成员所属 或担任代表的政治团体 随意享受高档料理仪式 日本社会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 尽管有人认为 从安保角度来考虑 选择高档场所无可厚非 但在政府支持率下降 自民党派系组织面临 政治资金问题的背景下 也出现了很多愤怒和反感的声音 在社交媒体上 继增税严庆男后 岸田又被冠上新称呼 怀石挥霍男 据日本中日体育网站26日报道 不少网民讽刺称 他们是高级国民 怎么能理解老百姓生活的坚信 还有网民质疑道 开会商讨事情 为什么不在办公室 而非要去高档餐厅 实际上 日本政治家 享用高级料理 享用特权的事情 屡遭舆论批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儿子 岸田翔太郎就曾被曝出 今年1月在随行访问欧美期间 用公务车观光 日本总务省两名官员 也曾于2018年 接受日本电信巨头 NTT方面的高额款贷等 根据多家日媒 11月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 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 以日本独卖新闻的数据为例 岸田内阁11月的支持率 降至24% 比10月的34%下降了10个百分点 降至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 据悉 在日本政坛 内阁支持率低于30% 即被认为政权进入危险水域 包括11月在内 岸田内阁支持率在一些民调中 已连续数月处于这一区间 27日 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 立宪民主党的一位议员问岸田 在各家媒体的民意调查中 国民对于岸田首相的评价都很严苛 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岸田回答称 他认为原因有很多 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日媒则表示 在日本生活成本激增 物价大涨的情况下 该国民众对岸田的经济政策极其不满 而偏偏岸田政府又在此时屡报丑闻 自10月下旬以来 日本政府有4名高官先后爆出丑闻 涉及婚外情 违反选举法 拖欠税款和性骚扰 其中已有3人研究辞职 对此日本经济新闻27日 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面对内阁支持率持续下降 岸田首先应该明确其政府的目标 以及解决面临问题的路线图 同时真诚回应民众 有关他们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的疑问 这太保留了 我看你了 你这些吗 对那 太保留了